我们来分享今天 按照圣经 我们的读经的心得 以及彼此勉励的希望 来奉主的名一同来分享 你的灯需要有 你的灯需要有 请先看马太福音第24章 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3节 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3节 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 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夏天静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 也该知道人子静了 正在门口 我们再看42节到44节 42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 就必警醒不容忍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阿们 这几节经节 使我们今天感触非常深刻 我们都看到 如同五花果树 已经发嫩长叶 知道十节到了 看到征兆 看到征兆 知道主 人子 再来的时候 进了 正在门口 主后七十年 罗马大军攻入耶路撒冷 实现第一次的这样预言 但是主不只告诉当时候的人 更告诉所有世人 他要再来 所以他要我们警醒 因为不知道主哪一天来 主来要施行审判 也要救赎他的名 所以属他的名 都应该要警醒预备 因为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来了 像客人要来 我们如果知道 分秒必争 赶快家里打扫 好像在救火一样 这里搬到那里 那里藏到这里 为了要把最好的 让客人来分享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末日的预兆 不是要我们惊奇恐惧 害怕 不知所措 他是要我们好好的分辨 时候进了 时间不多了 赶紧把握时机 来做预备 预备的重点 不是收集今天的 今世的 物质的 包括食物 包括防疫的东西 疫苗等等 更重要的是 属灵永生的准备 所以这个关乎 生命永远得救的问题 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比方 在二十五章 马上他就讲了三个预备 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 再互相提醒一下 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余佐的 五个是聪明的 再看第二节 余佐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第四节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 在七明里 所以看到啊 主耶稣接下来讲 到了那时 我们就知道原来那是人子 再来的时候 那个大的日子 那个审判的日子 那个我们要迎向得救的日子 感谢主 所以主耶稣说啊 天国就如这样子 好像十个童女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里有讲到童女 讲到婚宴 讲到新郎要来 当然是指着主人子 他要来 他要来迎接他的教会 迎接他的信徒 这些啊 已经是准备好自己的 装饰整齐的 能够啊 要到天上他预备的天国去 所以那个时候表明主的日子近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几个重要的事情 这十个童女 好比我们今天所有盟主救赎啊 在准备的信徒 准备主来接我们到天上的那个时刻来到 但是这里面主说有聪明的 有愚拙的 差别在于都有着灯 里面也有油 但是啊 聪明的在于他把器皿充满了油 愚昧的有灯点着却不预备油 所以啊 这个事情提醒了我们 我们今天啊 我们如圣经里面啊 神所告诉我们的 在真言的二十章的二十七节告诉我们的 人是神的灯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我们的灯 我们的灯啊 我们的灯啊 有呢 油够不够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 你的灯 真需要油啊 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个油 预表的就是圣灵 请看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一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啊 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贝鲁的得释放 被求的出监狱 啊 报告啊 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也要四华冠 啊 与四 喜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喜乐游 来代替悲哀 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成为公义树 这是耶和华所栽的 叫他得荣耀 这一段啊 主啊 再来的日子 主啊 实现他拯救公义审判的日子 主啊 来使他的名 他的儿女啊 得着救赎 得着安慰 得着喜乐 啊 来 得荣耀的时候 神得荣耀的时刻到的时候啊 这一切 都因着神的灵啊 神的高 高下来 所以这里啊 以色亚先知讲得清楚了 耶和华神用高高我 用他的灵浇灌我 好 所以我们知道有表明神的灵 那么主耶稣 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更告诉我们 从前 先知 啊 说出神啊 预告神 要浇灌在末后的他的恩高啊 他的灵 主耶稣说啊 预表 啊 主耶稣啊 预说到啊 这个保慧师啊 应许的圣灵来到 而且实现了 主在升天之后啊 降下圣灵 保慧师 所以啊 有表明神圣灵的恩高 所以当我们回来看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一到十节 这个段落里面啊 啊 我们看看几个关键的字 关键的字 对我们来讲啊 我们的灯 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 要被神 高油 圣灵 浇灌 充满 我们需要油 啊 灯才能点着点亮 那我们回来看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啊 第四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四节 我们看第五节 看第五节 说到新郎延迟的时候 他们 就是这十个童女 在等新郎 在等这场喜宴的人 通通睡着了 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我们真软弱 我们带肉体 我们在等 有时候会睡着 不知 不管你聪不聪明 肉体 就是这么软弱 那么现在新郎延迟吗 新郎其实不担眼 还有片刻 他就要来 他不是担眼 他是等待 等待我们的准备 等待同女们准备有够不够 所以他是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人沉沦的救主 所以打盹我们要要注意 那么第六节半夜 有人喊新郎来了 这是犹太人的营群的一个传统 来了忽然来了 新郎跟陪伴的人来了 大家都忽然惊醒过来了 所以告诉我们新郎会来 人子脚步近了的确 所以新郎一来 那时候 人就要来迎接了 人就要来迎接了 但是呢 又提到啊 七节 所有童女都起来收拾要迎接 第八节说到 于卓的对聪明的说 我们灯不够了 我们油不够了 分一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糟糕 灯要灭了 当人打盹的时候 失去警醒的时候 忘记准备的时候啊 油慢慢烧尽了 圣灵领受在我们身上 圣灵啊 要警醒 要来 靠着圣灵行事 靠着圣灵来准备自己 操练自己 那么现在啊 因为打盹了 那圣灵啊 就慢慢的离开我们 慢慢的 失去了圣灵的这样的一种 同在的能力 这就是 不聪明的童女 与主童女的一种怠慢 一种危险 所以呢 灯会灭啊 这是危险的 而且灯灭的话 他们必须要去准备 因为聪明的告诉他们 你们要自己去准备 哦 第十节呢 当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就到了 新郎来了 那聪明的 有预备的 不用再跑去准备的 马上可以跟着新郎 进去享受婚宴 然后呢 会怎么样 第十节 门就关了 糟糕 门就关了 救恩会停止 圣灵会停降 门会关起来啊 我们不要以为 恩门永远大开 没有这个事情 主耶稣明明讲 那一刻 门关起来 结果就定了 门关的时候啊 十一节 那跑去准备的 没有有的 不够的 跑去准备的 临时来应变 来不及啦 我们看十一节 他们来了 但是门关着啊 他们就喊 主啊主啊 开门啊 开门啊 我们是要来迎接你的啊 我们等很久了 但是十二节 很可怕的 很现实的 主明明讲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这十个童女 表明 所有的 信耶稣的 领受 赦罪洗礼的 归属成为他儿女的 然后装饰啊 整齐哦 看似整齐 也领受圣灵浇关哦 那现在啊 主说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们 主否定 一个信耶稣的人 在这个时刻 被神否定 被关在门外 被拒绝 失去了救恩 这是非常可怕 也非常遗憾的事情 这是今天 我们要彼此提醒的 我们灯 我们灯 需要油啊 没有油 到时候就是这样的下场 被关在门外 主说 我不认识你们 这如同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啊 在七章那里 主所说啊 有人啊 这个 对主讲啊 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 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 行许多的艺能吗 但主哦 对这样的人 他直接回答 我明明的告诉你们 他们啊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是做的人 离开我去吧 没有遵守神的道理 没有预备 油在器皿 没有让圣灵 丰富的浇关在身上 而且呢 没有让圣灵啊 充充满满 结出灵果来 所以 准备油 充盛的油 满足的油啊 不仅是领受而已 更要满足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 石童女的比喻里头 我们看见 几个重点 简单来讲 我们要预备 因为啊 真的会打盹 因为油会烧 慢慢燃烧会烧进 所以很多事情 不能在最后才准备 会来不及 因为门会关起来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再来 自己的油 自己准备啊 所以自己去买油 聪明的 没有办法分油 给鱼卓的 他们自己 要完整的预备好 所以圣灵 没有别人可以给的 灵修品德 而圣灵的果实 也不可能借他人来装饰啊 都要自己亲手 扎扎实实的去建立 去建造 去预备 我们来看 啊 雅各书第二章 雅各书第二章 雅各书二章第十四节 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我们看十七节 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原来这是死的基督徒 空有其名的基督徒 因为他空有信心 没有行为 没有圣灵 浇灌 而且没有靠着圣灵 结满丰盛的果实 所以我们再看 十九节 你看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某国也这样信啊 某国的信心也很大 但是他信得占经啊 他本就相信神啊 但是他害怕 因为他没有行为 主意来向神 面对神啊 他只有反向的作为 但是二十节 也屈服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 我们看二十四节 所以这样看来啊 人称义 是因着信 因着行为 不单因着信啊 因信称义啊 那这个义更是 有行为显在外面 这就是圣灵的果实 再看二十六节 所以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灯没有油是无用的 是虚假的 是废弃的啊 这就是为什么被关在门外啊 失去了功能 好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新郎会来 我们会打盹 所以我们要预备 灯会熄灭 油会减少 所以我们要充充足足的预备油 因为在这一些都要在门关了之前做好的 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 因为人只说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忽然就来到 所以我们以下要来跟大家分享 你的灯需要油 你的灵需要神的圣灵浇灌 你的灵需要神的圣灵帮助充满 引导你灵丰盛 行出圣灵美好的果实 我们请看这个内容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二十二节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当圣灵充满 他结出果实来 他有仁爱 圣灵昨节的果实就是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 二十三节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好们 这个就是圣灵当充满 当丰盛 当结果的时候 会看见这些圣灵充满的灵的特质 也就是你这个灯 当油充满的时候 神的灵充满的时候 他发出光来 让人看见 这个光里面 看见的好行为 有仁爱喜乐和平仁爱 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有仁爱喜乐和平仁爱的 但是啊 果实充满 当然 满满的 有圣灵的同在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这样的一种美好 它会结果 所以 观果之树 你这棵树 是不是圣灵满结果子的树 我们自己知道 也要自己思想 好 现在 灯要有油 油会减少 甚至油会不够 所以先求油 再求好 有没有油呢 油表零就是零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 这个油 该怎么来加进来 该怎么让它到丰盛充满 真耶稣教会 告诉我们 朋友 告诉我们 弟兄姐妹 我们信条第五条 圣灵就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 这就是油 这就是油 而且是满满的油 首先谈到 圣灵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 为什么 刚刚 童女都要进去 享受这个永远的福乐 这场婚宴 天国的婚宴 他会关门 童女被关在外面是有不够 甚至是有烧光的 所以 关乎天国 耶稣说 那时天国就是这样子 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 刚刚我们读了 天国 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信耶稣 我们信仰这个 得救的福音 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所以进这个目的 能够因着信仰 能够得救 进到天国 怎么做 耶稣讲得明明白白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 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保罗也在说 保罗在提多书三章五节说到 他便救了我们 神救了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 借着重生的习和圣灵的更新 这是回应主耶稣所交代的 人想进天国 要从水就是祈礼重生 要从圣灵来重生 就是领受圣灵 所以可见今天国一定要从圣灵重生 靠着圣灵人能够灵命更新 靠着圣灵能够追求圣洁 完全人才能进入神的国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的吩咐 想要进入这个门 进入天国门 你得有圣灵 你得有油 圣灵是我们永远的生命 所以在约翰福音七章 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就讲到 圣灵是生命的活水 主耶稣特别跟那个时候人讲 也是对 今天我们来讲 要给心灵干渴的人 圣灵在人的生命里面 像活水的浆河 永远不断流出来 神的能力恩高 一直从我们里头 这盏灯一直有油冒出来 就充满了光亮 所以只涌到永生 所以圣灵要给人永远的生命 追求永生的人 一定要祈求宝贵的圣灵 这个活水不能没有 圣灵当然这么重要 他就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子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说到 这个我们凡被圣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所以最后我们就知道 圣灵跟我们的心 到了十七节 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神的后子 所以是神的后子 就有资格领受神的产业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 父亲要把产业给儿女 这就是天国福气 所以光顾永远的生命 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在圣经里面 明明的告诉我们 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就受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一段讲的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未来的实现 信道理 就是得救的福音 信基督 也受洗 然后就要受所应许的圣灵 这是一个印记 神儿女的印记 你有血缘 属灵上面你属神的 你的心啊 跟圣灵同正 我是天父的儿女 你可以呼叫耶稣基督是阿爸父 所以十四节 这个圣灵 就是我们得永生天国基业的凭据了 值得那神之民 被赎 使祂的荣耀得到称赞 新郎要再来 主要再来 要来迎接 谁可以一同享福 有高有 灯有 充满的有的人得以进去 圣灵有的人 而且是充满的人 所以告诉我们 圣灵这么重要 主耶稣说 进天国要从灵重生 要受圣灵 所以不是啊 如有人所说圣灵 是恩赐而已 有没有没关系 开玩笑嘛 不想进天国了 那你就继续这样想 那否则 你要得着圣灵 当作门票 应许的圣灵喔 应许的圣灵 是神啊 将来来赎祂儿女到天国 圣灵 有这样的门票 基督徒有这张票 信而受洗 然后求得圣灵 涌住内心 将来呢 有保障 你不用担心 那受圣灵 怎么知道有或没有 我们信条刚刚读过 以说灵言为名证啊 以说灵言为受圣灵的名证 这在圣经里面明明记载 所以啊 有人说 信耶稣就有圣灵在心中了 不对 我们请看十多行传第十九章 十多行传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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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来读 十多行传十九章第一节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 就来到以福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过有圣灵四下来 所以信的时候有圣灵吗 没有 连听都没有听过 以福所的门徒啊 信耶稣 受的是悔改的洗礼 也没听过圣灵 当然不知道是什么 没听过就不会求啊 没有求圣灵 当然没有圣灵领受浇灌啊 所以没有人受圣灵 一直啊 一直等到保罗啊 保罗 第四节 保罗啊 说 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 要信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 第五节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这次啊 是赦罪的洗 然后啊 第六节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 怎么知道 因为他们就说方言 又说 讲道预言啊 一共有十二个人 这次有十二个人 接受啊 圣灵浇灌 受圣灵的 因为他们讲方言 好 所以奉主的名受赦罪的洗礼 祷告祈求 能够啊 得到圣灵 所以第一个 不是信主就会受圣灵 再来有人说啊 受洗就会受圣灵 是吗 不对 请看使徒听传第八章 使徒听传第八章 十四节 使徒听传第八章 十四节 到十七节 使徒在耶路撒冷 听见撒玛利亚人受了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 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 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的洗 这跟刚刚那一群一样 一样的是说 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对了 水重生了 但是啊 还没有受圣灵啊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身上 还没有求啊 现在啊 开始求 十七节啊 于是使徒按守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啊 所以 不是受洗 就自然领受圣灵 没有这样的事情 耶稣说要求圣灵 这是要预备啊 给祈求的人 所以撒玛利亚的信徒 虽然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还没有领受圣灵 直到彼得啊 陪他们祷告 按守在他们头上 他们才受的圣灵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又有人说 我有良善行为 我就有圣灵 不对 在《使徒经》段第十章 谈到戈尼流一家 戈尼流这个 意大利饮百夫长啊 是一个 这个虔诚人 第十章 第二节啊 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啊 哇 多多周济百姓 常常祷告神 没有比他有善良善之 美好典范的 他这是一个美好的 非常好的典范啊 他有圣灵吗 当然没有啊 他就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祷告求圣灵 他会祷告神 不晓得圣灵是什么 然后呢 彼得啊 就讲了 第 在第二节 彼得就去 当然就形容到他们一家了 我们看二十二节 十文心传十章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就说到啊 隔离流是个义人啊 是敬畏神的人 被全国称赞 但是啊 还没有圣灵 蒙天使指示 这个 要 传道人啊 到他家来传福音 我们看啊 后来彼得就开口传福音 到了第四十四节 第四十四节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 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的人身上 圣灵主动降降下来 第四十五节怎么知道 因为连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这犹太信徒啊 见圣灵啊 恩赐也浇灌在外伴人身上都稀奇啊 为什么知道 四十六节 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 称赞神为大 说方言 就是灵言啊 合本翻的是方言 这就是灵言 淑灵的语言 所以啊 不是有善行就 你这个人 你有圣灵的恩赐啊 你很有圣灵同在说 你可以行出很多圣灵 这种美德不是 善行跟受圣灵 是两件事情 所以直到啊 圣灵浇灌啊 他们说方言的 隔离流就知道 原来他们也受圣灵了 再来热心侍奉 热心侍奉就有圣灵吗 不是哦 不是 当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啊 彼得对主说 看啊主啊主啊 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门徒啊 撇下一切 热心来跟从服侍主 他说主啊我们要得什么 但是啊 当时候他们还没受圣灵呢 一直到主耶稣升天啊 他运行的圣灵才降下来 所以主耶稣才吩咐啊 要得的哦 还要很多 还要努力 请看使徒新传第一章 使徒新传第一章 第四节 彼得问这个话的时候 离这个时刻还很早 第四节啊 这已经是经过 经过啊 已经是好久以后了 第四节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主祝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我见我所说过的 就是应许的圣灵啊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如耶稣所说的 甚至啊 更早的先知啊 以赛亚书四四章 约翰书第二章 身所预备的 要浇灌的圣灵 应许的圣灵 所以主耶稣这时候说 你们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 那这个等候 当然不是空空坐在那里等 从十五行传第一章以下 我们看到他们认真在求圣灵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的祷告 这是在十四节所说的 所以呢 这就是啊 第五节 耶稣所说的 约翰用水施洗 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还要等 还要求 他们都信耶稣了 他们都服侍主了 他们都啊 多多的 为主来做工的 还没有 所以啊 这就是圣灵的奇妙 祈求就有 相信能得着 但是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 你的灯要有油 你的灯 表示灵 那是还没有油 不要蒙骗 也不要自欺 要赶快 把握时间 准备油 让你的灯充满 圣灵的膏油 好 回来看 《十路经传》第二章 到底什么是受圣灵说方言 当门徒啊 这样祷告祈求啊 时间到了 圣灵要来了 第二章第一节 五曲前到了 门徒聚集在一处 第三节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做的污渍 三节有舌头如火焰 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圣灵的降临 如风啊 大响声啊 舌头啊 这样的 这样的变化 这样的一种能力啊 灵的能力 这个非常奇妙 显现在第四节 分开 圣灵分开在个人的身上 不是在他们头顶上 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 浇灌下来 第四节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示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啊 这里的翻译啊 原来啊 应该要精准的说 他们按着圣灵伺的能力 说起什么 方言啊 后面啊 我们使徒经传所看到的 跟我们一样 说方言 方言就是灵言啊 那更精准的 原来的意思 希腊文原来讲的 就是说起舌头的声音 卷着舌头说话啦 卷着舌头说话 所以受圣灵啊 我们可以知道 说方言的情形 灵言就是舌头跳动卷动 说起天国的语言 这么奇妙 这就是《使徒经传》里面所说 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情形 以后《使徒经传》 所有受圣灵的情形 没有离开这样的情形 没有离开这样的情形 我们刚所读的这些经节 使徒保罗他们说 他们受圣灵跟我们一样 一样什么 一样说方言啊 我们读过经节 我们再看一下 刚刚说的《格林流》 已经读过了《使徒经传》第十章 《格林流》说方言 所以在第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次 《使徒经传》第十章 《使徒经传》第十章 在四十四节 彼得还在讲道的时候 圣灵降下来 四十五节 人听见 见圣灵恩赐 在他们身上稀奇 为什么四十四节 四十六节 听见他们说方言 是听见他们说方言 听见他们卷着舌头说话 说灵言 说起天国奇妙的语言来了 所以彼得就说这些人受圣灵 与我们一样 彼得四十七节说 跟我们一样 说方言 所以就为他们来施洗 到了十一章 彼得还见证这个事情 十一章第十五节 彼得啊 被指引的时候 他回去耶路撒冷 他做见证 他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一模一样 十五千传里面没有记录第二种情形 十六节 我就想起主的话 彼得说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里面要受圣灵的洗 这不是刚刚我们在十五千传第一章 第四节 第五节所读的吗 一模一样 主的应许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奇妙 哥尼里尔也是这样子 再看刚刚以弗所 门徒的经验也一样啊 我们看十五 十五千传十九章 十五千传的十九章 第五节 十五千传十九章第五节 当以弗所这些信徒啊 他们听到保罗的说明 保罗的见证 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 第六节 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怎么知道 因为他们说方言啊 又说预言就是用方言来讲道 前面是用方言祷告 后来又讲方言讲道 第七节这样的事情有十二个人 看得见算得出 圣灵是看得见算得出的 所以啊 这也告诉我们 如同啊 呂正宗一本一样 翻译这段 说到他们说方言啊 呂正宗一本说 他们用卷舌音说话了 就是说领言 所以说领言就是受圣灵的凭据 再来啊 领言啊 是这样子 领言是对神说话 所以 神是领啊 领言对神说话 我们一般是不懂的 不懂是没有意义嘛 当然有意义啊 说方言不是 原不是对人说 是对神说啊 所以是对神说 那神如果没有特别让人听得出来 像使徒行传第二章 让旁边的人有人听出来 那是神特别的开人的耳朵 所以呢 既然是对神说话 保罗就说了 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 保罗说啊 没有人听出来 说方言的 原不是对人说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第二节 还有十四节到十六节 第二节说 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 那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啊 他的灵里面 他的灯啊 在燃烧这个油啊 是神的奇妙作为 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讲说各样的奥秘 所以保罗说 我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在祷告 我用灵眼祷告 是我灵祷告 造就我的圣灵 但是我的悟性就没有果效 所以悟性是什么 我听得懂的 那要怎么样呢 我用灵祷告 要用悟性祷告 我用灵唱歌 也要悟性唱歌 好 既然这样子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说方言是对神说 所以祷告 你直接对神祷告 你不用告诉别人 灵里头啊 是神 讲说属灵天国的奥秘 灵眼其实本来有意思啦 灵眼有意思啊 可是人没有被感动 还听不懂 所以悟性的祷告是对人讲 灵眼的祷告是对神说 所以对人讲话的时候 我们实在应该要有点秩序 如果都悟性祷告 我们现在有十个人 你也讲我也讲 那我是要听谁的呢 有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都在讲 哇这样不就乱七八糟了 我们不是应该有顺序吗 A你先讲 那下一位你再讲 我们众人都听得清楚 这叫悟性祷告 一个人讲 也就是造就众人 造就听得懂的大家 而灵眼祷告不是在造就 是在造就你个人的灵啊 你是在跟神说话 不需要大家听 所以你尽管跟神祷告 这就是圣灵祷告的奇妙啊 不是这样子吗 灵眼有没有意思 当然有意思啊 我们南部有一个直视啊 他这个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爱主 服侍教会弟兄姐妹 有一次他出车祸 非常严重 那个车祸 严重到他昏迷了 被送到医院 大家很惊慌啊 也很伤心难过 纷纷啊 赶快到医院探寻 为他祷告 但是他昏迷是山 没有醒过来 大家很惋惜 怎么会这样 一个爱主的长辈啊 爱主的这个仆人 怎么会这样子呢 大家很热切的为他祷告 用圣灵祷告 因为他又听不懂啊 你跟他那边讲 讲悟性祷告 他某执事啊 希望你赶快好起来 他哪听得到 圣灵才有办法代替人 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人祷告嘛 就众弟兄姐妹 祷告几天之后啊 没有起色 大家还是不灰心祷告啊 虽然整个医院都已经轰动了 这个人是谁 这么多人来看 他是什么大人物吗 不是 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我们的执事 大家彼此相爱 最后一次祷告 一个姐妹啊 听到 祷告声音 熟悉的声音 是第一 那个执事的灵眼耶 那个执事的灵眼好像听到了 他很开心啊 是不是执事 已经醒过来了 结果祷告结束一看 没有啊 执事还是躺着 但是刚刚有听到声音耶 好奇妙 好奇怪 果然不久 这位执事 我们这个执事 慢慢竟然醒过来了 哇 连医生都说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不可思议 这是神迹啊 大家问 执事 我们稍早在祷告的时候 你也有在祷告 对不对 你在祷告什么 执事说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神的大能啊 我们来看 看罗马书 请看罗马书 罗马书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第二十六节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 我们的软弱 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 当怎么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 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啊 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 怎么办 我们昏迷的时候 怎么办 圣灵啊 是神的大能啊 你的灯里面有这个油啊 太奇妙了 神的膏在我们身上 他要充满了我们 是我们有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我们 说不出来的 我们不会祷告 圣灵自己 直接替我们祷告 我们刚刚那个见证 圣灵直接替 执事祷告 你知道吗 祷告之后啊 二十七节见察人心的 就是四灵的神啊 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嘛 所以圣灵就照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 就这样子 这么奇妙 只是啊 得到恩典 他醒过来了 从昏迷山醒过来 在大家 有目共睹 在医生护士的这种 哲哲称奇 因为这是神的大能 这是圣灵的作为啊 所以圣灵有意思 只是我们暂时听不懂 你听不懂 不是说没有啊 就是神 神要啊 见察人心的神啊 知道圣灵啊 他的旨意 来替圣徒祈求 神就悦纳 神就垂听啊 这是非常奇妙的喔 所以啊 这就是圣灵啊 就是灯 就是 人的灯里面 所要充满的油 所以我们啊 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们的灯有没有油 啊 我们自己想想看 不要欺骗自己 也不要啊 以外在啊 来 来 啊 安慰自己 没有油 要先油 有油 要把它加满 喔 所以先看看有没有 再看看够不够 我们灯真的需要油 因为 人子耶稣 我们的天上的神 要再来 日子也静了 时候不多了 门 有一天终会关起来 那我们的 准备如何呢 喔 该怎么祷告 我想啊 我们等一下 可以再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最后做一个见证 有一个国小四年级的妹妹啊 在三重 那她 四年级受洗 新耶稣 那她从小都看到 弟兄姐妹有圣灵啊 她的同伴 四年级的伙伴 一个一个都有圣灵了 她很羡慕啊 很羡慕 她也知道要祈求啊 她很认真祈求 但是还没有 在那一次的灵恩会啊 因为她的同伴伙伴 一个一个都受圣灵了 她跟主耶稣啊 心里头祷告 许愿 主啊 这次我 我一定要求到圣灵 愿祢赐圣灵给我 在最后一次灵恩会的祷告 到前面祷告的时候 奉主耶稣圣灵祷告 按照真教会啊 求圣灵圣经里面 赞美神的方式 她立即要赞美主耶稣 在那念 她下了决心 这一次没有得圣灵 我一定不起来 祷告很用心啊 就祷告到最后 按灵了 按灵了 结果她还没有圣灵 她说糟糕 我跟神许愿 我不能起来 哇 怎么办 我还没有圣灵 就在紧张啊 又尴尬的时候 结果传道上来讲 这一次祷告 很多人都有感动 我们再祷告十分钟 哇 心里头啊 感谢主啊 再祷告十分钟 再把握最后的机会 以情词迫切直求 就是这样求 这个十分钟啊 感谢主啊 他亲自迫切啊 奋力一搏 主耶稣赐给他圣灵了 就在四年级的时候 他领受了宝贵的圣灵 这样的经验 有许许多多 在我们真教会里面 我想见证 慢慢的日后再分享 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 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 谢谢大家